或者是在网球场上打网球 经常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出现 所谓的网球轴的现象 提中午完全使不上力 现在在中医有一种新的方法 叫做活久 用火的方式来蒸久 这个方法据说从穴道来着手 可以解脱这个网球轴的困扰 只不过它还是有相当大的风险存在 用火烧针逼出热度 等到针头烧出光亮 医生不迟疑 一瞬间对准穴位扎下去 传统中医火针已经很少见 可是有医生发现 对罹患网球轴的患者 治疗效果快又好 气不通则痛 所以藉由这样的一个伙式 它具有推动的一个能力 所以它可以去推动 局部的经络的一个气的一个循环 俗称的网球轴是 轴关节附近的宫骨外上科研 频繁转动前臂动作 像是打网球或做家事等 都可能造成 这种病严重的话 痛起来会要人命 用火针治疗或许快速见效 但高温的针头穿进皮肤里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操作不当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患处的一个烫伤 火针危险性高 有医生会用埋针的方式取代火针 另外医生也提醒 扎过火针后要避免碰水吹风 还有孕妇糖尿病患 不要冒然尝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